我们各位佛友们 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 还有心灵法门的弟子 大家晚上好 师父呢 跟大家呢 今天讲一些白话佛法 能够让大家呢 开悟 明信 那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总不认识自己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认识别人 但是我们不能认识自己 就像一个人一样的 自己有很多的毛病 自己都不知道 当别人告诉你的时候 你才慢慢知道 哦 我还是这样啊 实际上 你不认识自己的话 不能找到自己身上的业障 和因果 所以任何人 学佛 要从 真正的认识自我 开始 你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不知道自己 有多大的能量 有多大的能力 去做某一些事情 你到底今天胃口有多大 你今天 能够做什么事情 了解自己 你才能了解别人 所以一个连自己的 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能力 都不知道 而且 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的人 他怎么能够了解佛法呢 所以真正的学会 认识自我 那么你一生 才能把人做好 师父今天跟你们讲 不是单单说做佛 就是做人的话 你要认识自己 我身上有多少缺点 我这个人耳朵更软 我这个人喜欢 把人家的话传过去 传过来 你这个人 喜欢 什么事情还没真正的 了解他了 已经开始做了 那么这就是人的毛病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一定要了解自我 然后呢 才能驾驭自我 所以要做到 驾驭自我之后 你才能拥有无我 把自己忘记 所以学佛人肯吃苦 念念为别人 一切为众生 就像一个母亲 在家里脑海里 想着总是自己的孩子 总是别人 所以母亲吃了苦 因为她的心 想着别人 这才得到别人的尊敬 实际上懂得 能够为别人想的人 本身 她就拥有了一个 无量的境界 所以你们交朋友当中 这个人一开口 就是讲自己的 讲自己的感受 讲自己怎么样 怎么样 这些人 没有无量的境界 能够放下自己 那才能真正的了解众生 过去有很多徒弟跟师父学佛 天天打坐念经 磕头 他们说我这样就能成佛了吗 所以很多师父就告诉他 你打坐呢 你也成不了佛 你念经呢 也成不了佛 那么很多的徒弟就问他的师父了 那我怎么样能够成佛呢 师父就告诉他 因为佛啊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佛 这个哲理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很多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一个学博人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变为菩萨 因为他无我 他没有想过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是为了我的将来 我的名 我的利 因为他一切都忘记 没有我像 你才能有佛像 一个自私的人 哪来的佛像 所以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佛 他成佛了 一个善良的人 从来没想过要占人家便宜 但是他最后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佛想过什么 佛只想 怎么样来救度众生 怎么样来施舍于别人 怎么样能够让每个人心灵充满着智慧和般若 因为佛菩萨 每天就是想着怎么样帮助别人 方便众生 如果我们天天想着 舍下自己 能够为别人多多的着想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为别人服务 每天想着 我应该为他多做一点 我应该帮助他 我应该去承担责任 然后每一天默默的付出 而且他不夸耀自己 慢慢的 他只是在责任当中 理解 包容 去原谅 在任何学佛当中 他没有欲望和贪图 这个就是无欲 一个人没有欲望的付出 这个人就是未来的菩萨 所以我们做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要想象着我能做什么 我以后要成为什么 我想得到什么 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只有真心的对待众生 真心的爱戴众生 真心的去宽待别人 你才能把自己的佛心 全部捨出去 你会得到众生的佛性 因为你救度了众生的佛性 所以很多人天天说 我要成佛 我要一事修成 我要求得到 我能够一事修成 能够改变自己 其实这种需要 佛都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不管对什么事情 佛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欲望 所以我们做事情 做人也不要动不动 为自己来打算 所以真正能够为别人所想 为别人而活的人 你的愿力就出来了 所以很多人 你说他有没有愿力 他有愿力啊 愿力在哪里 愿力在心里 愿力不是告诉别人 愿力是自己用真心默默的耕耘 所以行愿之道 你今天有愿力 你还要去行 当你行了你这个愿力 你才能修成正果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佛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佛 佛也没有想过要帮助别人 但是佛天天在做佛的事情 在救度众生 他怎么会不成佛呢 我们人想做一个好人 只要你天天做好事 不去想我是个好人 你难道不就是一个好人吗 所以功德怎么来的 默默耕耘啊 所以一个人能够 舍去身上的毛病 舍去自己内心的贪 称师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在佛的道路上精进修行 因为人的一般的概念是有求 如果你求了就会有得失之心 所以一个人求了 说我想得到什么 那你就会去拥有得失之心 今天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没有求 做菩萨是应该的 学佛是应该的 为别人不出 我没有任何条件 作为自己的交换 否则你就不能成就佛道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自己舍了而得不到 因为他在舍的时候 他就想到要得回来 如果一个人得到 实际上就是他舍了 佛从来没想过 从我们那里得到什么 但是佛一直在帮助我们 这不就是我们的福报 不就是我们自己做功德 而佛给我们的加持吗 所以做人要学会拥有无量的德 无量的福啊 无量的德是怎么来的 是守戒 无量的德是哪里来的 那是因为你自己 没有任何私心的付出 当一个人没有私心的付出 你就拥有了道德 所以学佛人不为自己 好好做人 帮助别人 你们想想看 当你一个人帮助别人的时候 难道你得不到吗 所以表面上有些理论是空洞的 要想达到无私啊 无我的心啊 贪恨容易 但是在事实上 在生活当中 就有很多人 做着那些无私 无我的工作 这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一个母亲 没有自己 她没有私心的照顾孩子 照顾家庭 她根本不想从这个家庭得到什么 她只是一味的付出 所以这就是无私和无我 所以为什么母亲非常 受人尊敬 人家总是说伟大的母亲 对不对 所以当一个人无私的去做的时候 你就破掉你的我相 因为没有啊 没做功德呀 就像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 哎呀 你做了这么多好事 功德无量 没有啊 我没有做什么 我没有功啊 我也没有德啊 你有功德了 有的呀 你用得着自己去讲吗 这就是学佛做人的一个方法 功和德 在你内心的起心动念当中啊 你一个功怎么来的 你刚刚想到去帮助别人 你就有功了 我要去帮助他 我要去解救他 我要去能够扶持他 就是有功 当你真正去做了 你这个德就来了 因为你的道德 使你付出了时间 使你付出了 你为别人的 很多的利益 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那你就是无相境界 不为自己 只为他人 说明你内心的意识 当中已经有戒道 大家知道什么叫戒道吗 戒就是戒律的戒 道就是佛道 一个人想成就佛 必须要守戒 当你自己克制自己的私欲 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戒道 我们在做人当中 在生活当中 很多人私心 杂念太多 每一天有很多的要求啊 妄想啊 杂念啊 我这个要 我那个也要 像这种妄念 你根本就控制不住 你的起心动念 大家知道什么叫起心吗 人家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心一动 这叫起心 什么叫念头吗 看到好吃的了 好的东西了 我想要了 那么念头就出来了 我对这件事情不理解了 念头出来了 所以当一个人 起心动念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在用因果 做自己的行为了 所以因果非常的严厉 因果它是一个 挥之不去的阴影 挥之不去的 所以没有清净心 你一定会造阴 结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人总是讲 这结果怎么样啊 结果嘛 你自己最清楚了 你今天偷东西了 结果嘛 就是被人家抓住了呀 你今天讲坏话了 结果嘛 就被人家骂了呀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结就是 结成的 硕果 如果你结善 那么就有善果 你清净了 就有清净果 你今天圆融了 有圆融果 所以你真正的守戒 你就得了一个 结果 所以这个人 守戒守得好的人 经常人家会 对他讲 哎呀 你这个人守戒守得好 哎呦 你怎么 哎呀 你怎么不生气的 你怎么能够放得下的 哎呀 你怎么 什么事情都想得清楚啊 你都能放得下 你也不生气 这个人心中很明白 因为今天是今天 明天是明天 这个人很有智慧啊 今天跟明天一样嘛 不一样 明天跟下个礼拜一样嘛 不一样 下个礼拜跟下个月一样嘛 不一样 下个月跟明年一样嘛 又不一样 一切都在 动的当中 所以叫无常当中 所以我们人 傻就是傻在 想不通 拼命的往里面去钻 拼命的去想 起心动念 每天在犯戒之中啊 你们说你们哪一天不犯戒的 你就是开个车 看见这个女孩子好看一点 你多看了一眼 犯戒 你今天看见一个帅哥 你多看一眼 犯戒 你今天是学博人 你觉得 我应该多拿一点 犯戒 一切 一切都是你 起心动念 引起的 好 今天的白话佛法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师父有机会 给大家做更多的开示 也希望大家 能够好好学佛 卢卢不动 拍摄 Shamu 先生 先生 他